好好开公司股权该怎么分呢 大多数新手创业的时候 为了图个公平 往往会选择平增股份 我看你是除除暴露不怕服务 赔的这层差差苦哟 来张力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绝对控制公司 那你的股权 必须要在67%以上 这样你就有 一票通过权 在没有特殊的控制权约定下 所有大小事项 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如果旅游的公司 甜圈自自嘞 你都可以搞一哈 第二个比例就是51% 当你持有51%的股权后 就有了一般事项的 一票通过权 但是重大事项就管不到 这就是67%和51%的区别 再往下就是34% 当你持股34%的时候 你就有了重大事项的 一票口绝权 强调一下 正常业务都管不了 比如说简单的人事任命不行 但是重大事项 比如说公司合并解散 你说不能干 它就不能干 看来当股东也不容易呀 到底有好多股份 也要斗子斗拥呢 所以说开公司也没得能够容易 以后要是需要法律顾问 下次再来一个老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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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